周一维表白太爱朱丹 近日,周一维接受采访,看了视频的人都泪目了 周一维说,自己的奶奶是三十年代生人,现在还很健康 奶奶年轻的时候是一个很实在的姑娘,用现在的话说就叫恋爱脑 她一生时心时意地爱着爷爷 而爷爷呢,是一个敢做敢当,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有点大男子主义 不管有什么事情都自己去扛下一切 爷爷去世以后,周一维在爷爷的抽屉里发现了一张北京大学录取通知书 就是在七十年代,他爷爷考上了北京大学 可是他竟然没有去念 他也从来没有听到爷爷跟家里人讲过这件事 因为爷爷要扛起整个家庭的重担 好心疼老爷子,那个年代家里很困难 没有钱念大学,爷爷却有一颗上大学的梦想 寒窗苦读考上了,又不得不放弃 内心留下了多么大的遗憾 可是这么多年,却从来没有跟家里人提过 爷爷把所有的事情都自己扛下 周一维表示,爷爷奶奶一生的美好爱情是给了周一维最好的教育 周一维说,所以我很感恩碰上我家猪丹这个小土妞 她就像一个不食阴间烟火的天使 她不相信世界上的残忍和残酷 所以我要用一生去保护她,守护她 听了周一维的讲述,我都被她感动得一塌糊涂 难怪朱丹自爆,自己被闺蜜骗了1600万 周一维一句话都没有埋怨她 反而跟她说,要帮她一起还债 周一维的母亲竟然是火箭精大笑金贤 这样的家庭,她却从来没有提过 她一直很低调 娱乐圈难得有周一维和朱丹 这样的一股清流,不利人设,不炒作绯闻,不炫耀 只用作品说话 那是三岭年代的生人 对他来说,按经文化说叫 恋爱脑 就是把自己完整整部设防的交给我的爷爷 而我的爷爷如果按精神话的时候就叫 大男子主义 就是自己去扛下一些的事情,自己去外面打兵 他死了,我在他的抽屉里 带死我的抽屉里翻出一本 北京大学的读书,七十年代 他没去上过,我们也从来没听他说 因为他扛起整个家 没功夫去上学 所以他们那个年代的感情 其实是互相把 把肚皮也好,后背也好,交给自己的爱人 所以有些时候,我很感念我碰上的我们家的 这个小徒用 爱人就真的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 他居然可以这样的不相信这个世界是残忍和残酷 那么好 我要保护他 我体内也去守护他这一点的